STC资产管理公司三年前看中了南加州惠提尔市当地著名的地标尼克森大楼 充满着历史意义以及文化色彩 紧接着STC积极地与政府及地方领袖合作 结合不同类型的餐饮、艺文业者 为老陈注入现代艺术 吸引更多的消费者前往 带来商机与新气息 他们特别举办签约记者会 邀请投资业者、政府官员、社区领袖 一同见证惠提尔市首次由华裔主导的开发案 现场相当热闹 Wikir是一个老城市 在这个周遭的话 其实它经历过了很多的过去的一些问题 种种的问题 但是我们今天很高兴看到 这个老城市它重新的注入了一个新的生命 尤其现在我们所在这个位置的尼克森大楼 它有百年的历史 它是当初美国总统尼克森办公的地方 那也是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 它在加州的总部 所以它有很丰富的历史背景 那我们两年前拿下这栋大楼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就跟这边的居民 还有跟这边的市政府说好 说我们觉得说这个building 当初没有好好地照顾好的话 我觉得很可惜 所以我们花了两年的时间 一点一滴的把它重新改造打造起来 希望我们这个华人也可以就是说 靠我们的力量让他们其他的族裔 像这边的很多白人 主流的这些 其他族裔他们可以看到说 我们在我们这个地区的一些贡献 尼克森大楼位于惠提尔市市中心 采用新古典主义设计风格 1923年完工时 作为美国银行的总部 也是第37任总统尼克森 最初的办公室所在地 未来将有健身房 高级餐厅进驻 他们目前正在招商中 欢迎有意投资开店的观众朋友 与STC联络了解详情 中旺电视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